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文物是汉代常义子孙龙手柄铜运斗 运斗头部为一棚状斗 口颜部是扁方饼 饼正面著有常义子孙字样 尾部为独角龙造型 饼长16厘米 总长29.5厘米 为管长29厘米 这件青铜运斗细形完整 造型精美 常义子孙四字名文更是表达了古人 福佑子孙的美好寓意 这是汉代的黑石豆形器和黑石运斗架 黑石豆形器由豆盖 豆盘 豆饼及底座做成 黑石运斗架底部为正方形 圆柱通体是以波浪纹 锯齿纹 凸显纹 这两件文物都附雕赤虎作为装饰 气形优美 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传说中赤虎是龙子之一 表达了古人对风调雨顺 五股丰登的殷切期盼 在恒瑞士博馆中 带有龙元素的文物还有很多 像铜胶斗 双龙细珠纹铜镜 鸣青花海水龙纹盘等 恰逢龙年新春 这些文物受到观众们的关注和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